路樹遭強風吹落 路面上還激起一道小河流 梅花颱風雖然沒有觸碰 臺灣陸地 但帶來的雨勢 還是十分驚人 在兼石廂逐六十線的馬路上 土石更是整個覆蓋路面 無法通行 只能單向通車 在晚間六點半時 還發生高壓斷線事故 導致受軟 御風和司馬庫斯一帶 共三百八十四戶停電 目前還在搶收當中 預計十三號凌晨十二點三十分 恢復宮殿 新竹竹東的一百二十二線三十八K 也有陸樹土石崩落 大家可以看到後方 就導致我們雙向無法來通行 那我們接到這個訊息以後 我們立即請新竹縣政府公務處 派出廠商來搶通 我們預計在今天晚上的十一點半之前 能夠恢復雙向通車 陸樹倒塌的意外 也發生在桃園 有一名遊客 到桃園復興區的雪霧鬧部落 上山訪友 沒想到開車途經雪霧鬧產業道時 被倒塌的路數擋住去路 直到十二號晚間八點十分 消防局成功移除路數 讓遊客平安脫困 氣象具提醒梅花颱風的強降雨 預計會影響到十三號的上半天 民眾還是得提高警戒 避免前往山區 華盛媛的防禦庭 張道友 莊銘縣 吳春園 新竹桃園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